他追求做一个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的好人 看到佩达的姊妹做事违背原则 他只是提醒劝勉 不敢揭露制止 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 真的代表人性好吗 这背后隐藏着哪些败坏性情 该如何寻求真理解决 请看基督徒的经历见证 平易近人是人性好的标准吗 从小周围的人就说我懂事听话 是个好孩子 很少对人发火 也从不惹是生非 新陈之后啊 我与弟兄姊妹接触也是平易近人 能包容忍耐 有爱心 记得当时我教一些岁数大的弟兄姊妹使用电脑 我都是不厌其烦地教了一遍又一遍 虽然有时看他们学得很慢 心里也会焦躁 但我怕弟兄姊妹说我没爱心 我就会努力克制自己 不能表现出不耐烦 因此 弟兄姊妹常常说我人性好 带领还专门安排我去浇灌新人 说这个本分 必须得有爱心耐心的人才能尽好 听后 我心里美滋滋的 也更加认定了 平易近人 与人为善 这就是人性好的表现 后来 我和李明姊妹一块配搭做教会带领 接触一段时间后 我发现李明做事爱凭几亿 脾气还有些暴躁 领导不合几亿的事很容易流露血气 另外 他做事还没有透明度 爱说谎欺骗 做事也没有原则不维护教会工作 有段时间 他经常使用手机联系弟兄姊妹 我知道这样做容易被警察监控 给教会带来隐患 好几次想制止他 但每次都是花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觉得我如果直接点出他的问题 他会不会觉得我外表看着听老师 说话做事却不给人留情面 我这个人也不好相处啊 思考再三 我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只是简单问了一句 他是否使用手机 他不承认 我知道他在说谎 但我没有揭露制止他 怕那样做会伤了我们之间的和气 让他对我有不好的看法 那这样交通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 后来我发现李明的问题越来越多 有一次弟兄姊妹反应 他丈夫聚会总讲自据道理 闲露自己 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还经常说自己尽本分 怎么受苦付代价 让人高堪崇拜 尽了解何时 他丈夫不适合做代理 需要撤换 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李明时 他特别恼火 说弟兄姊妹的评价不属实 这样对他丈夫不公平 还指责我们 为什么不调查反应问题的人 只调查他丈夫 我很吃惊 没想到李明的态度这么不好 为了缓和唱面 我劝他 临到这个事先安静下来寻求神的心意 别凭血气对待 但他丝毫听不进去 依旧不依不饶 因着李明的横家拦阻 导致他丈夫的问题 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事后李明聚会时 又教训弟兄姊妹 还把一个姊妹 吓着地哭了 我感觉 李明的问题挺严重 弟兄姊妹 都是客观公正地评价她丈夫 说的都是实事 就因为触及到她的利益 她就能动血气 打击弟兄姊妹 她这是人性恶啊 是 李明人性不好 做事没有原则 弟兄姊妹指出来 还不接受不悔改 这样的人不适合做带领啊 是啊 我就想给上层带领 反映她的问题 可又想到 我这样做 是不是背后打小报告 捅刀子啊 再说了 我反映完 上层带领 肯定会找她交通 如果到时候 李明知道 是我反映她的问题 她会怎么看我啊 不得说我 背后说她坏话 人性不好吗 想到这儿 我就没向上层带领反映 但我心里 一直感觉 牙抑痛苦 还有一种 好人被坏人 欺负的感觉 后来 借着其他弟兄姊妹反映 才把李明撤换了 过后 上层带领也揭露我 虽然外表上看 你与人相处得挺好 但你对神没有重心 你发现 李明的问题 为什么不揭露智子 这么关键的事 你不反映 你到底是不是 维护教会工作的人 借着带领的对付提醒 我才开始祷告神 反省自己 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人性好 得有一个标准 不是走中庸之道 不坚持原则 谁也不得罪 四面讨好 八面坚光 让各种人都说他好 不是这个标准 那是什么标准 他对待神 对待真理能顺服 对待本分 对待各种人事物 都有原则 都能负责任 这方面 大家有目共睹 心里都清楚 另外 神检查人心 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实情 无论何人 谁也欺骗不了神 有的人总标榜自己人性好 从来不说别人坏话 从来不损害别人的利益 也不贪图别人的财物 甚至在临到利益纠纷时 宁可自己吃亏 也不占人便宜 人都感觉他是好人 但是在神家尽本分 他却藏奸耍花 总为自己图谋 没有一件事 能考虑到神家的利益 没有一件事 是吉神所及 想神所想 没有一件事 能为了本分 放下自己的利益 他从来不舍弃自己的利益 甚至 看见恶人作恶 也不揭露 一点原则没有 这是什么人性 这就不是好的人性 不在乎他怎么说 得看他的活出 看他的流露 看他尽本分时的态度是什么 他里面的情形是什么 他喜爱什么 如果他喜爱自己的名利 超过对神的忠心 喜爱自己的名利 超过神家的利益 喜爱自己的名利 超过对神的体贴 这样的人 是不是有人性的人 这就不是有人性的人 阿们 阿们 从神的话中 我才明白 衡量一个人 人性好坏的标准 不是根据人脾气温不温和 背后说不说人坏话 跟人能不能和睦相处 这些外表的行为 而是根据 人对待神 对待真理的态度 尽本分是否有责任心 临到事 能不能站在神一边 根据真理原则对待 以前 我一直觉得 自己的人性还算可以 外表看温和善良 性格很好 但当我看到李明 使用手机联系弟兄姊妹 给教会带来安全隐患时 我怕直接点出他的问题 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 只是旁敲侧击地提醒他一下 看他不承认 也没有揭露他 制止他 心想 到时候如果真出事了 可别说我没提醒你 这样实行 既不影响我的好形象 出了问题 还不担责任 我考虑的 都是个人的利益 是自己的地位形象 却知教会工作 和弟兄姊妹的安慰与不顾 我真是 太自私鬼诈了 当我看到李明 在他丈夫的事上 还能凭情感 打击弟兄姊妹 我知道 应该及时向上 反映他的问题 可我怕他说我 背后捅刀子 就选择了沉默 我这样做 给教会工作带来影响 给弟兄姊妹带来的 也是打击 是伤害 我哪有一点人性啊 看着神 一句句审判结实的话 在对照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很自责 我一直以为 自己是一个人性好的人 现在借着神话语的揭示 和事实的显明 完全改变了 我对自己的看法 外表上 我对人和善 但这背后 却隐藏着卑鄙的存心 只顾个人利益得势 丝毫不背后教会工作 我就是一个假好人 烂好人 更是一个假冒为善的鬼诈人 我再也不敢标榜 自己是一个人性好的人了 不借着神话语的解释 我们都不容易认识自己啊 是 后来 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话 全能神说 平易尽人 和蔼可亲 等等 这些好行为背后的实质 就是两个字 伪装 这些好行为 不是根据神的话而产生的 也不是因为实行真理 按原则办事产生的 它是怎么产生的 它来自于人的存心诡计 来自于人的伪装 包装 与人的欺骗 人持守着这些好行为 目的就是为了得到 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否则 人绝对不会这样委屈自己 唯心地活着 什么叫唯心地活着呢 就是人的本相 不是像人想象的 那样老实 憨厚 温柔 善良 贤德 人不是凭良心理智活着 而是为达到一种目的 一种要求活着 人的本相是什么 浑浑噩噩的 如果不是神赐下律法诫命 人对什么是罪都不知道 以前的人类不就是这样吗 自从神颁布了律法诫命之后 人对罪才有了一定的概念 但对是非对错 正面事物与反面事物 依然没有概念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人能知道说话形式的准确原则是什么吗 能知道哪些做法 哪些好行为 是正常人性该具备的吗 真正的好行为 是根据什么产生的 人应该遵守什么样的道 才能活出人样 这些人都知道吗 人不知道 因着人的撒旦本性 因着人的本能 人只能靠伪装来包装自己 使自己活得体面有尊严 这样知书达理 嗡文尔雅 彬彬有礼 尊老爱幼 和蔼可亲 平易近人 这些骗局就产生了 这些骗术骗人的手段就产生了 产生之后 人就在这些骗局的范围里 选择性的持守 其中一样或几样 有的人选择和蔼可亲 平易近人 有的人选择知书达理 嗡文尔雅 有的人选择彬彬有礼 尊老爱幼 有的人这几样都选 但是有这些好行为的人 在我这儿用一个词就给定论了 什么词呢 滑石蛋 什么是滑石蛋呢 就是河边那些常年累月 经过河水洗涤冲刷之后 变得没有棱角特别光滑的石头 人踩在上面不搁脚 但不小心就能滑倒 这些石头外表形状挺好看 但拿回家又没什么用处 要扔还舍不得 扔也不是 这就叫滑石蛋 在我这儿看 这些有外表好行为的人 不温不火 表面伪装得挺好 却丝毫不接受真理 说得好听 一点实事不办 就是一个个滑石蛋 你跟他交通真理 交通原则 他跟你讲 温文尔雅 彬彬有礼 你说分辨迪基督 他跟你讲 尊老爱幼 知书达理 你跟他说 做人要有原则 尽本分 要寻求原则 不能按己异行 他是什么态度啊 他说 怎么做合乎真理原则 那是另一码事 我只要做到知书达理 人看着说好就行了 做到尊老爱幼 让人赞成就行了 他只注重好行为 不注重真理 阿们 从神的话中 我才看到 传统文化中 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 这些好行为的实质 就是伪装 追求这些好行为 都是在包装自己 给别人一种假象 从而获得人的好感 骗局人的高感赞扬 这里面 带着阴谋诡计 就是一个骗局 是 是 我也明白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追求好的行为 为什么内心 却这么自私诡诈 原来 这些好行为的背后 隐藏着邪恶的存心目的 是为了让人高看赞成 在人中间 有好的地位形象 我从小受传统文化的 熏陶教育 特别注重这些好行为 我觉得这样做 可以得到周围人的 夸赞表扬 信神之后啊 我还是一如既往地 追求做一个 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的好人 想在弟兄姊妹中间 有好的地位形象 特别是在和李明配搭时 我看到 他多次违背原则 使用手机 是弟兄姊妹的安全 教会得利益于不顾 我本应该揭露他 制止他 但我怕他对我有不好的印象 就选择视而不见 我明知道 李明包庇他丈夫 还打压整治弟兄姊妹 这已经不是 简单地败坏流露 而是人性恶 不适合做带领 需要及时向上反应 可我却又一次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形象 选择了沉默 我为了维护自己的好形象 吃里爬外 丝毫不维护教会利益 这时 我深深地体会到 追求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这些好行为 不仅没有帮助我 改变我的败坏心情 反而使我越来越自私诡诈 我用这些好行为 代替实行真理 用外表的假象 把自己的卑鄙存心 隐藏起来 让人都误以为 我有真理实际 对人有爱心 从而骗取人的信任 得到人的高堪赞成 走的就是假冒为善的 法利赛人道路 是在抵挡沈 这样追求下去 只能被沈定罪淘汰 是 听你这样交通 我也得些益处啊 一直以来 我也把这些外表的好行为 当成正面事物 没想到 这些好行为 都是伪装 是假冒 这背后 隐藏着撒旦的诡计 撒旦性情啊 是 后来 我又看到两段神的话 全能神说 如果总考虑自己的利益 总维护自己的脸面虚荣 流露败坏性情 也不寻求真理解决 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生命进入 没有真实的经历见证 这是不是很危险 如果你始终不实行真理 一点经历见证没有 自然就把你显明淘汰了 没有经历见证的人 在神家有什么用处呢 肯定什么本分也进不好 什么事也办不好 这不成废品了吗 如果人信神多年 始终不实行真理 这就是不信派 就是恶人 你始终不实行真理 你的过犯了 你的过犯越来越多 那你的结局就定型了 显而易见 你所有的过犯 与你所走的错误道路 再加上死不悔改的表现 综合起来 就是恶行累累 你的结局就是该下地狱了 就该受惩罚了 你们说这是小事吗 没临到惩罚 你感觉不到这是多可怕 到有一天真临到灾难了 死到临头了 你后悔也晚了 你信神不接受真理 信神多年没有变化 最终的结果 就是被淘汰 被撇弃 人根据神的话形式 根据神的话做人 才有真正的根基 若做人没有根据神的话 只注重装饰一些好行为 能因此变成好人吗 绝对不可能 好行为改变不了人的实质 只有神的话 只有真理 才能改变人的性情 改变人的思想观点 才能做人的生命 人说话做事应该根据什么 根据神的话语 那神对人说话形式的要求标准是什么 对人有造就 对了 最基本的 你得说真话 说实话 让人得益处 起码得对人有造就 别欺骗 别奚落 别迷惑 别讽刺 别挖苦 别挟制 别伤害 别揭短 别嘲笑 这些才是正常人性的表现 是人性的美德 另外 有时候 需要直接对别人的缺欠 不足 毛病 提出指点 指责 这样对人太有益处 这是不是真实的帮助啊 这是不是对人有造就的 阿们 神的话 让我感到扎心害怕 如果临到事 一次又一次地 选择维护个人利益 始终不实行真理 那过犯就会越来越多 到最后过犯累累 就彻底被神显明淘汰了 是 看到弟兄姊妹的安慰受到威胁 教会的工作受到影响 我也不坚持原则 维护教会工作 总追求做一个所谓的好人 这样 即便我获得了人的高堪赞成 但在神眼中 我却是一个作恶的人 最终 只能落得被神咽弃 遭生惩罚的下场 看到这个后果 我心里很害怕 愿意赶紧扭转自己的错误追求 感谢神 神的话也给了我正确的实行路途 说话做事 只有根据神的话 才会让人真正得着造就益处 不在乎说话的方式如何 也不在乎说话的声调大小 用词唯不唯婉 最主要能考虑 怎么说对弟兄姊妹的生命有造就 只要对方是对的人 能接受真理 就应该凭爱心帮助 是 如果对方不明白真理 给工作带来亏损 可以交通真理指导帮助 如果交通后 对方没有真实的转变 可以实行修理对付 把问题的实质揭露出来 即便说话严厉 或者在人来看不留情面 但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帮助益处 如果对方是敌基督恶人 打岔搅搅搅教会工作 就应该及时站出来 揭露制止 或者向上反应 维护教会工作 是 保护弟兄姊妹 不受搅扰迷惑 这才是实行真理 是有人性的表现 才是真正的善 是啊 那些外表看似对人和善 说话温柔 从不说难听的话 四面讨好 八面见光 却不敢坚持真理原则的人 不管在外表来看 多么合人观念 这都不是人性好的人 也不是真正的善 是啊 另外 也扭转了我的错谬观点 我认为 发现人做事违背原则 向上反应 就是打小报告 是背后捅刀子 是不仗义的做法 这是错误的 事实上 这是维护教会工作 是善行义举 是 其实 当我看到 李明的问题比较严重 已经给弟兄姊妹 造成狭制伤害 这涉及到了原则性问题 涉及到了教会的工作 我应该及时地 向上层带领反应 甚至是检举 这不是背后捅刀子 这是维护教会工作 明白了这些 我心里的许多孤立消除了 感觉轻松了许多 感谢神啊 明白真理原则 就实行的路了 是 后来 有人反映一个弟兄 金本分 一贯偷奸耍华 艰难就退 别人指点帮助 对付秀里多次 他还丝毫不接受 我们根据原则衡量 需要调整他的本分 并把他的问题解剖清楚 让他反省自己 当时我心想 解剖别人的问题 这可是得罪人的事 要不让佩达去交通吧 我就不出面了 免得给别人 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这时 我突然意识到 我又想维护自己的 形象地位了 我想到神的话说 凡是金本分的人 不管明白真理深浅 要进入真理实际 最简单的实行法 就是处处为神家利益着想 放下自己的私欲 放下个人的存心动机 与脸面地位 把神家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这是起码应该做到的 阿们 神的话 给我指明了实行路途 就是临到事 能放下个人的私欲脸面 先考虑教会的利益 体贴神的心意 这样做人 才光明磊落 能蒙神称许 明白了神的要求 我有了动力 就根据神的话 把弟兄的表现 一一解剖了出来 这样实行后 我心里很踏实 感到实行真理 才有真正的平安喜乐 感谢神 感谢神 经历过来 我心里对神充满了感激 是神的话让我看清了 传统文化所倡导的 平易近人 和爱可亲的荒谬 以及给人带来的苦害 也让我体尝到一点 从传统文化的 瑕疵捆绑中 解脱出来的释放自由 感谢神对我的拯救 感谢神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